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能贪占别人的便宜 如果有人请你吃顿饭 改天就要请回去 否则面子上过不去 当然 很多时候你也会主动请别人吃饭 通过饭局可以联络感情 也能够结交到新的朋友 亲戚朋友在一起 喝酒吃肉毫不热闹 当你有钱有势的时候 饭局也会越来越多 靠近你的人 都希望和你交换利益 吃饭干人品 不管你多有钱 不必请以下几种人吃饭 否则就是冤大套 有一种人 常常和你在一起混饭局 但是 他却和你的竞争对手 死对头走得很近 他把饭局里听到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你的对手 农村有句俗语 偷别人的鸡蛋 做自己的人情 用偷来的东西作为礼物 本身就不道德 崎岖心值得怀疑 吃里爬外的人 就是这样的人 他们一分钱都不花 靠出卖朋友 来取得外人的信任 达成某些见不得光的协议 这样的人 和你走得越近 他知道你的秘密越多 假以时日 他会和你的对手联合起来 拧压你 让你处处都很被动 二 哪壶不开 提那壶 在社交中 我们都希望 能给对方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但有的时候 却往往睡于原围 明明出于好心 却给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这是为什么呢 很多的时候 就是因为 触碰到了对方的禁忌而不知 所以 在我们做事的时候 要懂得对方的避讳 不要哪壶不开提那壶 造成交往的尴尬 每个人都有难言之隐 有些隐私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就像一道扭曲的伤疤一样 任何时候 只要翻出来了 就会再一次的痛苦万分 比方说 离过婚的人 对前一段婚姻 难免会有阴影 哪怕外表不在乎 内心也会有一丝难过 在吃饭的时候 有人把离婚的事情搬出来 就像翻旧账一样 一五一十地说清楚 表面上是关心你 其实是掐住你的痛楚不放 哪壶不开提哪壶的人 他的内心有很大的阴暗面 吃着你给他的食物 说着让你难堪的话 他看到你很不自在的表情 就暗自开心了 真正靠谱的人 懂得保护别人的隐私 也不会计较过去的事情 让所有不愉快的事情 都成为过去 饭局上 大家只谈开心的话题 放松心情 三 拼命灌酒的人 请客吃饭 少不了会喝酒 喝酒 是中国人 在饭局中最常见的举动 能带动现场的气氛 踪敬彼此的友谊 吃饭喝酒 是常见的事 但是 当饭局上 有一些特别好酒的人 就显得有些尴尬和难堪了 李家生日宴上 请了几个哥们 一起去庆祝 这几个哥们中 有一个特别爱喝酒的 而且 一喝就不可收拾 饭局上 李家和几个哥们举杯庆祝 举杯下肚之后 其中一个好酒的哥们 已经喝得满脸通红 差点就要倒下的 但是 他依然不罢休 继续喝 往死里喝 李家怕出事 就跟几个哥们 劝阻他不要喝了 都丧了 回家吧 但是这个哥们 嘴意上头 觉得李家扫兴 言语上过激 肢体上发生冲突 把桌子都先翻了 把事情都闹大了 最后 还出动警察来协调 好好的生日宴上 搞成这样 李家觉得很难为情 自此以后 哥们吃饭喝酒 不会喊上好酒的那个人 免得再闹事 酒风知己千杯少 在传统的饭局中 酒是必不可少的东西 三杯酒下肚 话就多起来了 人的感情就暖起来了 很多平时闷不作声的人 也会在酒精的催促之下 变成一个爱唠叨的人 饭局上 大家互相劝酒 也是合情合理的 如果都不劝酒 饭局就不热闹了 会冷场 但是有的人 喜欢借题发挥 把劝酒当成灌酒 他一门心思地 要把某个人给喝醉 要看到别人喝醉之后的笑话 人哪 健康是最大的财富 如果弄丢了健康 那么再好的美食 也索然无味了 俗话说 喝酒三分醉 吃饭七分饱 做人八分 刚刚好 饭局上不可少的酒 但是不能拼命喝酒 要适可而至 你要懂得 酒品就是人品 那个灌酒的人 人品不会好到那里去 四 阴险狡诈的人 如果你认真观察 在饭局中 大部分的人都很闹腾 但是 有那么一两个人 比较安静 表面上看 他们是很拘谨的人 其实 他们是不动声色地 观察饭局中的一切 把饭局上的事情 记录下来 饭局过后 他们就可以 利用饭局上的人脉关系 去完成自己的使命 比方说 你是一个建筑商 你请客的时候 建筑行业的亲戚朋友 比较多 那些阴陀的人 趁机会 把你的亲戚朋友 都拉拢了 并且通过他们 来承包一些小工程 更有甚者 他们只是来一探削实的 一转身 就把饭局中的事情 添油加醋一番 传播出去 还比方说 你和同事 一起换饭局 在饭局上 谈到了某个上司的事情 阴毒的人 立马就去上司那里告状 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职人 职面不职心 你不要以为 那些安静的人 都是不善言辞的人 也许他们只是在想办法抓你的把柄 五 不把你当人看的人 农村有句骂人的话 狗眼看人低 有的人 自己混得不怎么样 还总把自己当成高高在上的人 处处贬低别人 你请大家吃饭的时候 那些贬低你的人 往往会反客为主 牢牢把握主动权 让你这个主人靠边站 插不上话 这样的局面 真的很难看 想一想 请客吃饭的初衷 就是联络感情 如果让别人趁机贬低自己 那么感情就荡然无存了 请客的效果 也就没有达到预期 最可怕的是 有的人在吃饭的时候 说着阴阳怪气的话 揭露你最丑陋的一面 让你下不了台 饭局上 人人平等 就是当官的亲戚朋友 也变成了好好吃饭的人 不能至高气阳了 你何必委屈自己 任由别人贬低呢 六 喜欢带朋友蹭饭的人 当你请朋友吃饭 是处于一片好心 希望能有时间 跟朋友单独相处 方便洽谈事务 但是 有些人 就会厚脸皮地 带着他的朋友来蹭饭局 对你好不尊重 好几次 我为了答谢旧同事的帮助 愿意请他吃饭 结果 我订了一张二人桌后 他才发信息问我 能不能多带两个朋友 过来吃饭 碍于情面 我同意了 这不是更换一张 大桌的事情吗 无所谓吧 结果 他带着两个朋友 过来之后 整场饭局 把我当成了局外人 只有他们三个 在叽叽歪歪地 聊个不停 我连话都插不上 饭局尴尬又无聊 我的朋友也没照顾我的感受 只顾着跟两个朋友聊天 我就如同一个陪衬 后来 每次我请客吃饭的时候 他都会自觉地带上朋友一起来 现场气氛尴尬 自此以后 我就不再愿意请他吃饭了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把你当成朋友 请客吃饭 也要看对象 并非每个人都值得我们去请客 有些人 你既是一掏钱请他吃饭 最后 也弄得自己不高兴 何必呢 不管你多么有钱 请客吃饭 要看人品 提着礼物来的是讲理数 爽快答应的是真心 三请不来的是白铺 边吃边嫌弃的是不给面子 吃完了还算计人的是恶毒 宁愿没有朋友 也不要请人品差的人吃饭 饭局虽然是平常事 但是你要弘扬正能量 否则就变成了闹心的社交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所以你只要在Facebook里面搜索 佛禅点击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子母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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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